大家晚上好 今天戴髮夾 我今天可以告訴你們這髮型的來源 哈嘍大家晚上好 哈嘍落日裡笑 哈嘍晨晨 哈嘍捏尼巴 今天是青色里林 不對你才15歲 髮型原來有來源 對而且是最近的事情 我可以跟你們分享 來源 然後我今天要晚 玩 11分鐘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你表演不是昨天嗎 我今天可以跟你們分享我昨天 不是我昨天發生的 敘事 謝謝保護最送的告牌氣球 去世 這真的很有趣 你們聽了你們也會覺得很有趣 等大家 哈嘍海豚 哈嘍旅館 哈嘍塔瓦哥 哈嘍水果教主 哈嘍阿華 上次直播等你最後 應該沒有通宵吧 我昨天 我上次嗎 我上次是 我 呃 我 直播回家就睡著 然後沒有玩到很久 然後 然後我 睡到 直接睡喔 然後 那邊老師應該是說 我那時候就直接沒有洗澡 就直接睡 然後半夜2點多起來 然後洗澡 然後 然後就是 然後玩了一下手機 所以等於說 我也不算通宵也算通宵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怎樣 就是 一回家先睡 然後 2點多才起來洗澡這樣 主角還活著嗎 零零好漂亮 謝謝卡熊 那 很累喔 我跟你說真的很好笑 我們 你知道我今天 因為就是表演完累到 我在捷運上面 直接站著也可以睡著 然後我睡著 我的票卡 我的那個藍色票卡 就直接掉到地上 然後 我的腳 然後我就 急著下車 我就下車 然後我就那個卡 也沒有辦法走 然後就直接下車 然後我下車之後才發現 哇 我下錯站了 所以我不僅下錯站 我的票卡 也不見了 有沒有覺得好笑嗎 然後 不見之後呢 然後我就 又 又從搭到 中校服刑 然後 我再 去買了一個 新的票卡 超級衰 等於說我睡著 然後遲到 然後又大錯車 然後又 就是 票卡又不見 就很衰欸 就是我覺得我蠻蠢 就很常發生一些 很奇怪的事情 超嚇 你怎麼出站了 就是我就跟櫃台 再買一張票啊 然後櫃台很囉嗦 他跟我說 你醫師 會不會有別人幫你講 就那一個票卡 誰會這麼有事 然後還特別講 這星期所有星座都水 對啊 我是怎樣 真的是水膩 超級水膩 這不是衰 是你沒收好 不是你知道 我不是沒有收好 是我真的太累 真的站著也睡著 你手上的東西 就是不是會 你們知道嗎 謝謝易成送的藍色應援棒 這很 我真的覺得我很ㄎㄧ 要怎麼不ㄎㄧ 因為我很常發生一些 很奇怪的事情 通常不會有人撿吧 所以要放進包包 然後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 我想想看 我那時候好像只有帶小包包 然後那時候就沒有放進去 然後我又沒有口袋 然後我沒有想到可以放包包 這很笨 真的很笨耶 超笨的 我覺得我那麼常吃到也是這個 就是很ㄎㄧ 超ㄎㄧ 超ㄎㄧ的啊 就是我 我做的事情 就很常 蠟動蠟稀的 現在保護對送的 大佬喝茶 幸好不是摔到摔倒 我真的差點摔倒 我真的差點摔倒 真的摔倒 然後我真的 然後我真的差點摔倒 然後我 因為扶著嘛 然後旁邊的人 的手也在扶 我頭差點撞他的手 我覺得 我覺得旁邊那些路人 應該覺得我很奇怪 嗯 嗯 這小姐還好嗎 哈囉 季風涼 這零零很ㄎㄧ 真的很累啊 然後 還有我們跟 就是 就是表演完 接著培訓 然後明天接著上課 天哪 好辛苦 好我跟你們講 就是 昨天表演完 我就超級緊張耶 我昨天晚上的時候 我就跟朋友在那邊 聊天 然後 我就跟朋友聊天 然後就跟他說 欸我半夜可能會去公園 然後他就問我說 你去公園幹嘛 我說練習台詞啊 什麼什麼的 練習怎麼演啊 他就嚇到 然後他說 可是我最後沒有去公園 因為太晚了 然後 可是我有 上網去Google 去查怎麼演 然後 就很認真做顧客 然後 因為我自己把自己 繃太近 然後 上台的時候就很緊張 然後演的 我覺得我演的 算是太好 就是 有入戲 然後有在狀況內 然後也沒有落死 也沒有出包 我覺得算是可以 可是 我不知道別人是怎麼想 我這次的表演 就是 嗯 因為 我 要上來以前 我朋友就跟我說 你就把這當成遊戲 就是玩 平常練習這樣子 我就聽到 玩喔 我就說好 那我就把 轉換心態變成把它玩 因為我本來的心態是 我想把這當成一件 重大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這樣不行 因為這樣會 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然後反而會表現不好 因為我覺得我很常 把重要事情 繃得很 然後就會很緊張 可是 既然沒有出包 我已經夠開心 可是你們知道嗎 因為我可能 我對我自己的要求很高 然後 把我自己想的太 就是 自己想的 要表現得太好 所以 我表演完 雖然沒有出包 可是我還是哭 大哭 就直接忍不住 然後直接在板上大哭 然後朋友問我說 欸什麼了 然後 沒關係啊 就他們以為我有出包 但其實我才說 喔我沒有出包 然後他們就說 那你哭什麼 你要沒有出包 可是我就覺得我自己還沒有 我想像中的那樣好 所以我就哭 可是大家覺得說 我已經很好了 然後還有人說我演得很逼真 然後我演得很好 什麼的 可是我覺得我還是不夠 這樣 可是我有被罵 就是 我就被別人罵說 我演得太 就是很 他就罵我 然後他用一個詞罵我 可是那個詞很難聽 他就說 我演得很那個 可是我想想看說 我就這樣想 我想說 如果我真的演那麼爛的話 他也不會用那個詞罵我 所以代表說 我一定有演到很入戲 或是 我有演到一定的程度 他才會用那個詞罵我 對自己要求高很好啊 可是不要對自己要求太高 因為我覺得我這次對自己要求太高 因為表演嘛 我覺得所有老師都用一種 哇舞的眼神看著我 就是 哇舞好驚豔 因為我第一次上這麼大舞台演戲 而且台下觀眾有家長 然後又有學長姐 然後又有我們年級 全部老師主任 然後就壓力很大 然後都是女主 那老師怎麼說 喔老師沒有說什麼啊 老師他們 其實那時候我很難過 是因為 我的妹妹 就是演我妹妹的那個人 他被稱讚 所以他演得很棒 很可愛 什麼的 然後我心裡想說 喔 那我呢 為什麼我就沒有被別人稱讚 然後 之後 之後 之後我就跟我朋友講 說 欸我很難過耶 為什麼大家都沒有稱讚我 大家都只稱讚那個人 是我真的演得不夠好嗎 可是他跟我說 我覺得不是啊 我覺得你沒有演得不好 他可能是說 他就跟我說 沈默是最好的回答 我說 你是在安慰我 為什麼我就沒有被誇獎 可是 就是我覺得 我很需要被認可 看到多數人 對你驚豔的反應 就是肯定 可是我不知道他們是驚豔還是覺得我很氣 就是 你他的角色比較吃香 不是 是因為他的角色是比較調皮 比較逗大家開心的人 所以 他一講話大家都會笑 可是我 演得不是啊 林玲演得很好 雖然我沒看 嗯 我不知道欸 我會覺得我自己演得很蠢 可是我 不知道欸 可是 今天老師就是 對我微笑 這樣 他就有對我笑 然後 就是 拍拍我的背 這樣 那應該就算還不錯吧 還可以 我不知道 我覺得沒有很難 因為我沒有看到別人的稱讚 可是 可是你也不能因為別人的稱讚就 不稱讚就 自己覺得自己不好啊 不行啦 要有人跟我對戲 因為 大家對你原本的要求 對 我有在想這個問題 就是 為什麼我那個朋友就一直被稱讚 然後 可是我卻沒有 而且我演女主 然後我本身就 情緒比較 比她還要多 可是為什麼 大家都稱讚她 就稱讚我 後來我有想這個問題啊 可能是因為大家對我的要求都比較高 因為那時候我們在彩排的時候 老師也有跟我說 就是 就一直點名我 她說 婉玲哪個地方要注意 婉玲哪個地方要注意 可是她對其他人講評的時候 她只會說 欸那個媽媽 哪邊要注意 她不會點名她的名字 就是老師會特別點我的名字 然後說 我哪邊要注意 然後說婉玲要加油 這樣 不差別啊 說不定明天到學校就被稱讚了 我知道欸 現在保護對送的高白氣球 對女主的要求更高 我不知道啊 可是我朋友說 我至少要進入狀況 因為妳是最重要的角色 老師對妳有期望 不知道啊 我就會想說不然 啊就真的很難聞 那腳是很重要啊 可是 就是 我聽到別人 我的 家長的反應是說 欸 就是有問我是什麼名字 就是我朋友跟我講 我朋友就跟我說 我媽媽問妳什麼名字 她覺得妳很漂亮 然後就蠻開心 她就問我說我多高 所以妳是妳的媽媽 我不是啊 我是妳的女主啊 可是 可是我覺得都表演完了 而且 我們班的評價還算可以 好 跟你們說我這髮型的來源 就是因為我是女主 然後 我的那個服裝師跟造型師 是我朋友 然後她就很用心 她就上網去查 因為我那個角色是16歲 她就查16歲 少女的 髮型 然後就幫我綁這樣 可是 我綁人家不一樣 她綁的是 辮子 可是我綁的不是辮子 就是 我覺得 然後我朋友就跟我說 我覺得妳很適合 就是 這種 甜美風格 然後我覺得 欸好像真的蠻適合 就是 就是很適合甜美的 那種 妳 妳不是昨天表演嗎 髮型微笑 不是 這是我今天綁的 今天講的是想要介紹給兒子認識 不是 我那朋友是女神 就是 就是 那時候 表演完的時候 我朋友的 爸爸也就是 哎呦 晚鈴演女主喔 這樣 可是我 不知道欸 就是大家應該有給我一點回音 本來就說 晚鈴演很棒 可是他們沒有 他們沈默欸 他們沈默欸 我不知道他們對我的評價到底是好還是壞 好 平衡法庭的適合 謝謝 所以我還是比較適合那種 甜美風 我朋友講的不是我講的 請問女主是怎麼選出來的 不知道欸 好像是因為那時候 我們劇本有重新編 編改過 然後 他們就重新列了一個 角色名單 然後他們就突然說 女主是 很重要的角色 而且 就是 我那麼忙 可是我那個朋友 他沒有很忙 可是他演的就只是一個妹妹 兼 我的小孩 所以 就是 怎麼講 就是他演蠻 他就跟我說 結束後就跟我說 我很羨慕你可以演女主 而且你那麼忙 你又可以演女主 什麼的 他說他很羨慕 可是他這樣超累 真的很累 看顏值吧 喔不是 不是看顏值 因為我那個朋友也很可愛啊 就是 你顏值有 可是你演得很爛 你真的沒有用 你知道 我朋友那時候幫我化妝 幫我 配服裝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我把你弄得那麼漂亮 你不要到時候上台亂演 這樣就好笑喔 就是 把你弄得漂亮漂亮 然後你上台這樣亂演 這樣就是你 不可能是 看長相 可能大家都想要妹妹 謝謝Rory 笑送的看好你喔 我跟歡迎戰爭送的樂 他們被你的表現驚艷到說不出 是嗎 是被驚艷到說不出話來嗎 可是你們知道 我表演的人哭欸 然後大家都說你很棒啊 然後他們聽到我沒有出包 我還哭的時候 他們大傻意 那你哭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這場表演是有出包的地方 是道具組 他們沒有把桌子搬下去 然後 他們沒有哭 煩我哭欸 你的表現驚為天人 大家都笑 我不知道 謝謝Rory 送的巨蟹寶寶 可能是因為那時候 我彩排的時候 在有一些老師面前表現得沒有很好 然後 在正式表演的時候 就真的有 把它發揮出來 老師可能也有嚇到 要對自己有信心 真的嗎 我覺得我自尊心可能太強 就是太在意別人怎麼看 道具足地市 道具足地市場不緊 擺對了嗎 欸你還記得 對 有擺對 有哭戲的話 你應該很會演 不一定 沒有 因為我覺得困難的是 我們在舞台上面 舞台上面你是要 馬上呈現出來 不是像偶像劇一樣 你可以NG好幾次 你知道嗎 謝謝小潔送的藍色玉米棒 什麼我還記得你願念四次很多次 真的嗎 表演者在乎觀眾的評價是正常的吧 對啊 很正常 然後 你知道我也學到什麼 我就學到 身為表演者 應該要 在 上台這時候 表現出你 最好的 樣子 就是 雖然你在怎麼緊張 就是盡全力 然後面帶笑容 這表演之後很累耶 你知道 今天老師也跟我們說 就是 走 表演這條路的話 就是 嗯 會很累 因為你可能 昨天還有表演 你明天就接著彩排 這種 可是這一定要熬過來啦 因為真的 沒辦法 謝謝保護再送的真情告白 然後今天我們表演完 我們全排就屬於一個死急狀態 就是 然後不講話 然後老師一進來說 你們今天也太安靜吧 你們今天安靜到有點 嚇到 什麼安靜 沒有 因為那時候我們班真是累到 不想講話 然後 老師進來 我們今天班上是超安靜 然後我們老師說 這種狀態可能要維持到 下禮拜一 太安靜老師還不習慣 因為我們班還 平常 不安靜 突然特別安靜 突然那個大家一起努力的目標 沒了 不是 你知道我們多好 我們班多幽默嗎 老師就問說 班展完了 我們今天要幹嘛 然後你知道我們班 有人就說 練班 練班展 排班展 就是 還是有人繼續說 排班展 我覺得很好笑 我們班很可愛 沒有明天會吵 可是我們今天 有 下午的時候也蠻吵的 就在講 班展的 小 班展的事情 對 李林上次有提到 在看阿德樂的書嗎 喔對阿 那心理學的書 以前演員一次嘎三四部戲 真的無法想像 超累又超錯浪 對 而且我們跟妳講 這次大家一定有嚇到 下到尾的一個點 就是 我連續換四套服裝 喔真的覺得很厲害 因為妳要 換很快 然後又沒有人幫妳弄 妳要自己弄 然後妳要自己知道 妳什麼時候要上台 不會有人帶妳 妳要自己知道 所以我那時候頭腦 說一個 就是 我的朋友跟我說 妳雖然緊張 可是妳頭腦要清楚 就是 妳雖然現在很緊張 可是妳要知道現在第幾幕 妳什麼時候要上台 妳的台詞要講什麼 妳的服裝要換哪一套 好懷念妳直播背景是妳房間 妳可以不要講這種話嗎 讓我很難過 大腦快速運轉00 那00會給自己的表現打幾分 妳說上次呢 我這樣可以 滿分幾分 10分還是100分 如果滿分10分的話 我可以自己打 6.5分 可是如果說我滿分100的話 我可能給我自己打 70點 75吧 70或75 班展是一年一次嗎 不是欸 就是 每年都不一樣 這麼低嗎 就是對自己要求比較高 而且不只我 對我自己要求高 每個人對我要求都滿高 我發現 班展 喔 高二還會有更可怕的東西 就是妳表演 然後台下老師主任 在下面看 可是沒有觀眾 就是好像有 可是 可是觀眾不能幫妳拍手 什麼的 那是一個考試 然後 然後那時候 會考試 老師會很嚴厲的講評 就是可能 大家在跳女舞的時候 然後就在那種很性感的女舞 不是女生都會穿很性感嗎 什麼類似啊 然後 你知道我們真的有老師姐罵她們說 你們跳這樣子 穿這樣跳 有比較好看嗎 就是 老師會用很兇的那種言語罵你 就是 會讓你震驚到 可是也會讓你進步 想看你演了什麼 你們也看不到啊 聽起來有夠可怕 超可怕 而且也說 你穿這樣子 你覺得你有跳得比較好嗎 還有還有可能 說什麼 你們剛剛那舞蹈 超亂的 你們到底有沒有在認真拍啊 我對你們太失望了 我知道我以後要教你們什麼了 就是 聽到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 有在觀看 就是 然後我聽到那些老師講評 我就直接 Oh my God 我剛剛要怎麼辦 謝謝益神送的藍色音樂棒 延師才出高圖 下次見面會或生日會 有機會看玲玲跟成員尬戲嗎 沒有 沒有 沒有下次 太難了 我太難了 今天終於一個人solo自己一個人直播嗎 哇塞 哇塞 竟然被發現了 然後剛剛 我從頭到尾都自己一個人直播 然後 現在只有一個人發現 哇 然後沒有你知道什麼 笑意 只要只有一個人發現 天啊 可是今天也是意外 所以我才一個人直播 團體精神默契不夠 蛤 什麼 不是啊 因為直播太順了 沒注意到 我覺得 沒有啊 沒有人講話 就知道啊 是嗎 那為什麼不講一下 你們都沒有訝異嗎 就是跟 人家這麼永遠直播的這種 沒有啊 我還在想說 是不是陪伴的人知道 呃 我覺得一直都很平常的感覺 哦 那就好 那應該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之類的 然後 說到 說到那個 說到團體啊 我想講 就是 我們今天在寫學習單 然後那學習的內容是 這次的班展 你學習到了什麼 然後想 對 我們班說的話 你知道我寫什麼 我說 謝謝 這次努力的人 然後 希望這次 懈怠的人 可以因為這次的表演更加進步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這樣講嗎 因為 我真的發現 就是你在一個團體 你真的需要很大的包容性 不然你脾氣會很差 就是 因為 我們 不是說 你在一個團體不可能是說 每個人都很努力嘛 就是一場表演 不可能說每個人都很努力 一定有那種 很怠惰的人 然後 又很容易搞出包 那種人 就是 就是 道具組的部分 可是他們也有進步 你知道他們進步哪裡嗎 就是他們可能 本來是 每場戲都會 都會出錯 可是他們最後表演的時候 只有 一幕出錯了 所以他們也有進步 只是 沒有 真的表演得很好 可是他們至少有進步 這樣就好 然後至少他們有學到東西 嗯 對 就是至少他們是有學到東西 可是 就是 真的有包容耶 因為我那個朋友 他有跟我說 他上海前 他只是 不小心踩到 別組 他只是不小心踩到 舞蹈組的 東西而已 不小心踩到 你知道 他就被罵 他說你在幹嘛 都還在注意啊 他就直接被罵 然後 他 這是最後一個人幫他講話 就是 不要已經開始了 不要再這樣講他了 就是 然後他就跟他說加油 然後他心裡才平復 就是 你知道有些人就是 脾氣很強 就是 很沒有包容心的人 就一直去 就是罵別人 就沒有很像這種人 靈靈那個平於畫中有畫 沒有 沒有 我沒有畫中有畫 我只是想表達 就是他寫了 很努力的人 然後希望 就是現在可以 更加進步 這樣 對 謝謝旅班送了行之館 可是你送了行之館 我怎麼沒有看到 謝謝水果教主送了掌聲鼓勵 奇怪怎麼沒有行之館 對 我剛好看到他送我行之館 可是我沒有看到特效啊 怎麼會這樣 奇怪 被吃掉了 嗯 不然你們再送一次 我看看 謝謝成全送我行之館 就真的沒有啊 是不是臉太緊 跟臉有關 沒有關係吧 跟臉沒有關係啊 跟臉沒有關係啊 我這一隻 終於可以放下 心中的大石頭 因為終於表演完了 謝謝保護對送的啾啾你喔 心之館殺手 可是因為我今天 太美了 沒有 沒有 我剛剛說什麼 你們有聽到我剛剛說什麼嗎 特效工程師忘記什麼 什麼東西啊 太美了 沒有 沒有啦 我開玩笑的 開玩笑的 沒有啦 沒有開玩笑 我沒有自誇 沒有啦 我剛剛換你們就不要拍心上了 隨便聽就好 謝謝霓哥送的巨蟹寶寶 謝謝保護對送的口罩 謝謝保護對送的口罩 確實啊 今天的風格不太一樣 不然我平 我這次的風格 我今天的風格什麼 平常的風格有什麼 啊我知道 應該是 我平常風格比較那個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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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隨心一點 是這樣嗎 還是今天的風格 是因為 跟平常的太不一樣 那我以後 那我以後都這樣好了 就是 我以後 都走 這種 前美風 天使 你們有看我今天 新PO的我嗎 有看嗎 有看到嗎 我看不多我不好說什麼 一定是公主系統判定 不用弄太性子 你們嘴巴好甜喔 你有PO 阿華 你都沒有在關注我的 帳號 阿馬尾 對 你知道還有人留言說 那不是勉腆笑 那是大笑 我超難過耶 搞什麼東西啊 我就明明就明就勉腆笑 你知道大笑是怎樣嗎 大笑是 嘴巴張開這樣 可是我那是 露齒笑 ok 那是我很久以前拍的 可是我現在才PO 因為我朋友說很好看 的確沒有很甜美 喔 是喔 阿我自己覺得甜美就好了 你大笑要 你大笑要 示範了 雖然今天不太少 我剛剛也在想這些問題 我剛剛也在想說 到底要不要大笑 到底要不要大笑 可是我都不行 今天不行 現在保護隊送的 能量化筒 最近不PO最緊 怎麼不PO最緊的照片 我就PO了 你們等著看 上次那張嘟嘴比較喜歡 你喜歡就好啊 不是我說甜 年甜不是甜美 希望大家多關注你們 IG7000 臉書粉絲專頁 謝謝 欸你們知道 今天直播到幾點 欸你們有人知道我今天直播到幾點嗎 我忘記看了 今天直播到幾點 有粉臉書粉絲專頁 我不知道誰幫我辦耶 可是記得有 一個小時 不 你們有嗎 今天播到10 最好是啦 我就忘記了 我看我真的很容易忘記耶 7點 41 你們不要亂講啦 我要撐著看啊 我今天要不要點 你的IG要開通知 不然容易錯過 對 8點半 媽 媽 8 播到8點45 真的嗎 好 你IG要經常PO 或是每天更新才會有人更多知道 我在想啊 有時候沒有照片啊 8點45 好真的喔 真的是8點45 我確認喔 我真的沒有要騙喔 你們沒有騙我嗎 你沒說要 播多久 我們算不了時間啊 沒有 沒有你們可以看那個預告啊 沒有你們可以看那個預告啊 你7點41 每一場PO真的會忘記 啊你們就要火啊 你們要不看啊 沒有照片拍啊 不是 不是 所以今天真的要是要播到 8點41 還45 8點45 8點45 確定是播到8點45嗎 確定喔 你 我不知道我中文不好還是 我不懂你意思 不知道我剛剛說什麼 如果要只會寫 真的假的 喔 是喔 零零可以拍遲返的照片 官方只會寫你 喔 好 確定 好 謝謝你們 沒有都是因為那時候我今天那麼忘記看啊 我都不知道我要播到幾 嗯 謝謝阿米送的我來簽到 零零可以拍吃飯的照片 所以要吃飯 就是 我是一個 拿到晚餐或是中餐早餐的時候 我就不會拍照啊 我就直接吃啊 到底誰還會給你那邊拍照 我知道有些我朋友就是會做這種事情 可是我就不懂耶 就是吃飯就好吃啊 就是為什麼要拍照 因為我在錄直播 拍一台時間是缺缺的 沒有 剛剛說到那個吃飯那個東西 吃飯 就是你們會 在吃飯前拍照嗎 就完全不會是我做的事情 除非是真的到了一間 網美餐廳 或是很有名的餐廳 點了那道菜 然後那道菜的擺設很美 我才會拍 可是一般 你可能吃個滷肉飯 涼沒有不會拍照 可是我就很少 很少有時間去那種地方吃東西 不是 我沒有地址家前 那是因為他們 就是很常去那種 網美餐廳 你知道那就可以拍 可是我平常不會去那種地方啊 然後我平常都直接吃什麼滷肉飯 鹹水雞這種的牌子 就是可能我拿著這袋鹹水雞 然後這樣 拍一門 然後PO文說 今天的鹹水雞好好吃 你們不覺得這樣很怪嗎 你拍照的店粉絲就會去拍 真的嗎 可以介紹玲玲最愛的滷肉飯 其實我不喜歡吃滷肉飯 不是有講過嗎 因為我不喜歡吃 肥肉啊 嗯 我不喜歡吃肥肉 可是你們知道我最近超喜歡吃那個的 我最近超喜歡吃 茉莉茶凍 萊爾夫的茉莉茶凍超好吃的 然後 就是你加那個奶 你加那個鮮奶 什麼的 你把它加下去 那個 OMG超級好吃 我不喜歡滷肉飯 你幹嘛一直拿來當距離 我喜歡吃雞肉飯啦 今天的鹹水雞也很可愛 好 茶凍我覺得可以 就很好吃 你們不覺得茶凍很好吃嗎 叫同學幫你拍 因為我覺得自己跟什麼星座特別合 天秤座吧 天秤座吧 天秤嗎 沒有欸 我不知道欸 我覺得 其實我沒有很相信星座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這只是 有星座的東西 然後他只是把你分成十二種人 然後你剛好是那種人 就是我沒有很相信星座 而且我覺得 合不合 是要看你跟你自己跟你那個人 的個性 不是完全靠星座 靠相處 對阿 而且到底 所以你們 跟 跟 別人當朋友雙行 是會看星座這種東西 我可能只會拿來做參考 可是我不會拿來 當 的印象 可能就是 我們在自我介紹 可能就會聊到說 喔是獅子座這樣 阿如果別人跟我說 喔是金鳥座 我就不會 我就不會跟他說 我跟金鳥座不合 我不會這樣講阿 從來沒想過 朋友到底是什麼 靈靈 今天這造型很特別美 謝謝 你們喜歡 那你們如果喜歡的話 我以後就這樣放一隻 而且你們有沒有看到這夾子 還有波浪 然後我最近發現 一個新的東西 就是 我平常上腮紅的時候 我就只上 這邊 就只上這兩邊 可以知道 我上次朋友幫我畫動說 他今天 他就幫我上鼻子這一邊 那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腮紅要上鼻子這邊 可是我發現 好像真的 如果真的腮紅上鼻子這邊 好像真的還蠻好 你的高蠻尾也超級好看的 你的高蠻尾也超級好看的 謝謝你喜歡 你這樣算是特別打扮的等級了吧 不算 其實我可以很 我可以很 我可以很 用心打扮 可是 可是 我沒有我現在才15歲 我今天在想這問題 就是我在想說 我現在如果才15歲的話 我就這麼成熟的話 那我等到 以後怎麼辦 就是 你們知道嗎 而且現在還會變喔 你們知道嗎 這樣加這個髮型 就是變 就是看不一樣的 所以你們知道 所以你們 所以以後我會變成想你們 這是未知數 所以你們要期待一下 所以你們要期待 未後 林玲有穿學士服嗎 未後 可是我那時候沒有拍照 是一種 嗯 腮紅上鼻子 對啊 而且我發現 如果腮紅上鼻子 好像真的蠻好看 如果你有相對地方 然後相對顏色的話 真的蠻好看 謝謝 歡迎贊成送我們看好你喔 我們 二期生誰最常PO文呢 依我的觀察應該是 妮妮還有婷莉 是嗎 還有 竹竹 這三個 拍三鞋真的要自己抓時間多拍啦 還能發文 盧卡感 恩妮妮吧 盧卡不成嗎 我盧卡還好啊 我覺得 因為婷莉和竹竹吧 最近好多人PO學士講 真的 艾莉真的是高彩亮 還蠻佩服她的欸 就是 而且我有時候是很羨慕或很好奇 為什麼其他人都可以出去玩 然後拍這麼多照片 因為我對我自己的 照片要求很高 欸 我發現我這人超特別 就是我不僅對我自己要求高 然後我對我自己的照片要求也很高 然後 上次我跟艾帆前輩直播 然後她就跟我說 她就問我說 琳琳我發現你IG的照片好像都蠻好看的欸 然後我就想說 蠻好看的嗎 是嗎 然後我就想想看 我說是嗎 我不知道我自己拍的照片很好看 可是別人都算很好看 那就代表 我對我自己的照片要求很高 可能 我拍了五張 可能如果是別人的話 可能那五張都會PO 可是我可能那五張只選一張 或是那五張都不PO 你家人不讓你出去玩 不是 是我根本沒時間 就是平常太累 你有時間 不會出去玩 你的事在家休息 睡覺 就是我是這種 我不知道現在是怎樣 因為有些人的 休閒娛樂 抒壓方式 就是出去玩 可是我就是睡覺 就是 我覺得不用太在意 什麼正年紀念 該如何之類的 反而會想把想法局限住 是嗎 因為像是你 你也穿了一件裙子跟上衣 然後 他就跟我說 我覺得我今天穿著很不像 那時候他還沒有15歲 那時候他還14歲 他就說 我覺得我今天穿著很不像14歲 我就說 有沒有覺得還好 說我覺得有 所以就不只我這樣想 反而阿潘直男說好看就一定是真的好看 為什麼是阿潘直男 或者可能大家都拍20張 百香果有加珍珠嗎 百香果 百香果有加珍珠嗎 什麼意思 謝謝一層這種藍色的眼光 什麼叫白香果有加珍珠嗎 路卡跟零零差不多一樣頻率 對啊 每次都拍很多張 可以選多一點po 尼奈被引來 喔對啊 椰果 白香果 加珍珠 哈嘍 哈嘍苦味羊奶 所以我現在還是不知道我到底要補好幾天 現在還在特價嗎 欸那我上次 上次那個coco特價的時候 我去買卷明大賣 因為看見出習慣 感覺打字給零零不能打錯字也不能打太奇怪 我也看不懂啊 我才15歲 我才15歲 欸我發現 我才15歲這個詞 很好用欸 很好用 非常好用 上次 走在錄像 然後有一個 健身房的人 在發傳單給我 健身房不是都是成年才能去的嗎 是嗎 反正就是 我只記得健身房有一定的年齡限制 我就跟她說 喔我還沒有滿18歲 她就笑笑的說 喔好 抱歉 超開心的 零零她還是個孩子 在公司就別待太晚 什麼東西啊 確定喔 一成你怎麼會知道是8點45 你怎麼知道的 零零今天也很可愛 零零今天很可愛 這真的不能否認 因為我自己都快要愛上自己 好我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很好笑 超級好笑 很好笑喔 跟你們講 最近發生的事情 謝謝小節送的掌聲鼓勵 好自戀 好我跟你們講個自戀的故事 好不好 就是 我們在學校的時候 我朋友看到一群女生 還是一群男生 在鏡子外面那邊照鏡子 然後竟然搬上來 然後就對著全班說 我剛剛在鏡子那邊看到一群女生在那邊照鏡子 梳頭髮 照什麼鏡子啊 梳頭髮啊 在那邊呆超久的 然後被我們班倒聽到 你知道我們班倒說什麼嗎 他說 他說 啊 又不是這次來我們學校 我們班 你看我們班 這邊的人就那麼多了 然後我剛好從那邊經過 我心想說 班倒 你是在說我嗎 這邊的玲玲好可愛 謝謝 所以逸辰還是沒有回答我說為什麼 不是吧也是 我當然知道 啊你怎麼知道的 確認 你故事講完了嗎 嘿嘿 對就這樣 然後我直接想表達 我 欸我覺得這有好笑欸 嗯 你故事講完嗎 沒有啊其實我這只是想要表達 就是 連班倒都九次變 九次變 不休息 你會不會後來 不休息 你不睡覺 很冷 不休息 那妳有了 太曾了 綢 不 馬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我不是第一次這樣咧 奇怪 怕爆 還是有點卡卡 可是有比剛剛好 你手機過熱嗎 是嗎 手機過熱會這樣嗎 手機過熱會這樣 會嗎 謝謝保護隊送的告牌氣球 謝謝陳家速送的鮮花 謝謝洛麗小送的K99 是今天的零零太漂亮 什麼東西 所以誰 剛剛那卡住有時候是因為過熱 手機被零零叮得太害羞過熱了 沒有啊 沒有過熱吧 這樣可以嗎 你剛剛關掉有結時間嗎 零零有更新嗎 手機均下游還有15分鐘 好 看來零零不喜歡土味情話 欸你們今天可以幫我一個忙嗎 就是因為今天我自己個人直播 然後今天也不是在家裡直播 所以我現在手機 所以我現在手機沒辦法看榜 到時候如果我說我要念榜的時候 你們可以幫我 把 就是 把 留言然後就告訴我嗎 我這樣才能念榜 可以嗎 各位 粉絲們可以嗎 幫我一個忙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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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or no 還有14分 真的嗎 謝謝 謝謝謝謝謝謝 好啊你要念幾名 我們從 今天從 今天有幾名啊 今天有幾名 就先念幾名好了 謝謝水果教主送了 謝謝 謝謝一層送我了 什麼叫還有再補一個小數回來 謝謝小潔送了love 雷雷的髮夾 這是這裡的嗎 不然咧不然別人了 喔這是我髮夾是我朋友送給我的 一個小時那個不用理 你今天不要夾播了太晚了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剛剛聊到 謝謝 吉米周送的新秀選票 謝謝 謝謝鋼鐺 謝謝鋼鐵粉送的巨蟹寶寶 謝謝 歡迎贊成送的玫瑰 謝謝寶負對送的真心告白 謝謝阿華送的巨蟹寶寶 剛剛 剛剛有我斷掉嗎 剛剛有我斷掉嗎 因為我剛剛看到一堆人又重新進來 所以剛剛是有斷掉的意思嗎 剛剛聊到零零這邊的話題 沒有 學師傅有零零的指定選項 那就買啊 買起來啊 今天亞洲肌肉俱樂部做了什麼 我不知道欸 我今天在上課 所以有點不知道 我今天做了什麼 我今天在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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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剛剛聊到零零自戀的話題 就自戀 自戀錯了嗎 就是我也沒有到很誇張 而且那時候我只是開個玩笑講講 那 雲哲前面看到因為夢存關了所以一堆人 喔所以是因為剛剛其他前輩關了所以才對 隔壁某某關了 喔 今天終於有點像劉亦菲演的小龍女 真的嗎 沒有啦 她漂亮多了 她的臉比較美 她的臉型是強的 然後我腕很精緻 我不一樣 我臉型圓 然後又有肉 然後 鼻子要塌 不一樣 那不一樣 我跟你講那不一樣 那真的不一樣 小龍女是誇獎嗎 有本錢才能自戀啊 是嗎 你沒有東西我不敢跟劉亦菲遷貝比 OK 圓可愛 我覺得有肉比較好 你看看隊長 我覺得隊長還好啊 詩雅前輩 詩雅前輩不會肉啊 詩雅前輩沒有啊 我覺得他還好 他的下班是尖的耶 柳某剛剛竟然不知道 應該尼巴是誰唱 一開始還說是你唱 為什麼 沒有那不是直接寫 因為我真的覺得我不像小龍女啊 Vina也是人 好啦不要這樣我們前輩們都很可愛好不好 你們這樣有截圖嗎 欸難得耶難得 我這樣 你們下次可能就看不到了 現在保護隊上的真情告白 你們要好好把握今天喔 因為你們下次可能就看不到我這樣子 這麼有氣質的在跟你們這樣講話 沒有你們要給個結緣 好那要截圖嗎 現在幾分 三十六三六三七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三四四五 七分鐘內 謝謝 謝謝魯蛇送到看好你喔 我在弄一下喔 我在整理一下喔 你在拍 皮膚白的跟額頭很像 什麼叫皮膚白的跟額頭很像 額頭跟臉的顏色不是一樣嗎 為什麼 怎麼叫皮膚 怎麼叫臉的皮膚白的跟額頭一樣 我不是邏輯 這我不能理解 我不懂 我不懂 弄好了嗎 可以啊 這只是保護隊在那邊酸我 說什麼這髮型要在弄 我不知道他什麼意思耶 而且我發現 保護隊很喜歡嗆人 小龍女也是白皮膚嗎 但其實我皮膚沒有很白啊 其實我皮膚是黃的耶 其實我皮膚不白 哪有 哪沒有 哪沒有 你說哪沒有 啊 保護隊的意思應該是你的髮型很完美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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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他說 他說 你的髮型要再弄 然後你說 他的意思是 你的髮型很完美 上次阿帆才說要好好摘過零零 保護隊是你的直播金主 你不可以嗆 我沒有嗆他 我沒有嗆他好不好 我說下次要再弄這個髮型 哦 原來如此 我懂了 sorry 我來這邊跟保護隊說對不起 鄭重的道歉 對不起 我錯了 我不應該叫你了 你是不是 邏輯不好 沒有 不是邏輯不好 沒有 他剛剛說 你的髮型要再弄 我一直是 我以為他意思是說 我這樣子不行 我還要再弄好一點 懂嗎 我一直被你們罵 很可憐耶 又一個國文老師跟體育老師學著 什麼東西啊 謝謝保護隊送的真情告白 誰罵零零我就罵他 哇 超重義氣耶 水果教主 誰罵零零我就罵他 啊不然你們來罵我 看他會罵你們 還是不會罵你們 還是要自己講講 謝謝 謝謝基斯洋送的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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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奇怪 保護隊怎麼會這樣 對啊 怎麼講啊 謝謝海豚送的掌聲鼓勵 零零零你就自戀狂 哪有 我那有狂 我就只是自戀沒有到狂 好不好 而且你們沒有發現 我最近的直播少了一樣東西 你們要猜一看我最近的直播少了一樣什麼東西 下次要留言完整一點的句子 對你們 你知道你們有時候 留言句子我都普通 巴勒 對 我最近都很少買巴勒 最少食物 他可能下次或下次會再出現 沒有 我跟你們講 巴勒會出現的時候就是我開心的時候 巴勒的出現是李林當舞 巴勒的出現是李林光榮回歸的時候了 所以今天不開心 沒有 我沒有今天不開心 沒有 你們什麼 你們誤解了什麼 少了你的主角獸 你知道我叫我媽媽 他今天就拿走我的主角獸嗎 他說 他說 欸你這什麼是要丟掉啊 這用很久 我心很痛欸 所以為什麼要丟掉 而且還要趕草等級的巴勒 可是李林在外面買巴勒有點怕 又忘在廁所了 我會把它忘在 你知道我上次要忘記什麼嗎 我上次買了 冰箱店的巴勒 我就直接把它放 我就買完了 結完之後 我就直接把它放在包包裡面 然後我回家之後就放著 我忘記把巴勒拿去冰箱冰了 然後我早上才發現 所以我早上才把那巴勒拿去冰箱冰 然後我早上才發現 不行 因為我要把它吃掉 因為我怕很浪費 你知道嗎 主角獸可以買一新 我最近想要買主角獸的娃娃 我要存錢買主角獸的娃娃 可以告訴我哪裡有賣 放過一天的巴勒更好吃 放過一天的巴勒更好吃 最好是呢 聽你在那邊亂講話 零零媽媽 每個小女生 都有很舊的娃娃 不要丟掉 真的 不要丟掉好不好 拜託不要 拜託先不要 可以念榜了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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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可以開始念榜了 零零媽媽 誰敢在零零媽媽啊 誰啊 公車迷皆 KP4810TP明蘭 哈囉 好有綜藝 而且剛剛的布表情 你全部都要念哦 我不知道 你丟啊 你要丟就丟啊 所以你們要念 把那個 綁給我看 我要念榜 你們現在留言 如果沒有 看你要看我 快點留言 我要念榜了 謝謝你們 感謝 到底誰 誰 客串 零零媽媽 我們在問 你要念到幾名 欸 總共有幾名啊 總共 總共有幾名 你很爐欸 你那才發現我很爐嗎 我一直很爐欸 你知道要念到幾名啊 零零把食物放在包包 我上次有一次還把冰放在包包欸 然後其他全部融化欸 那我唸第十三名 從第十二名開始唸 好了 日榜二死 四 我跟你們講喔 我要從最後一名看的臉 突然覺得你包包好可憐 對啊 我是會覺得 你知道你們上次不是有看那個 NUNIDESY的那個包包大突擊嗎 我把人都忘掉好不好 謝謝 剛才林粉絲我舉起來包包 而且我平常不會帶那些東西出門 那是因為意外 就剛好這次 帶那些東西 然後剛好又要 突擊 所以誰知道啊 第十三名是落日一笑 謝謝落日一笑 第十二名是碼頭 謝謝碼頭 第十一名是吉米豬 謝謝吉米豬 第十名是Jeff 謝謝Jeff 意外 不然你們以為是什麼 不然你們真的以為喔 我不是這種 我沒有那麼髒 OK 黃秘書的笑聲 不是啊 是第九名 第九名 謝謝阿華 第九名是雪神幻影戰神 第八名是小潔 謝謝小潔 第七名是變成新鮮檸檬 謝謝變成新鮮檸檬 第六名是尼哥 謝謝尼哥 謝謝尼哥 零零的包包施雅說很早 我沒辦法啊 沒辦法啊 這不是我的控制 有沒有 因為我一次成家書 現在成家書 第四名是阿當 謝謝阿當 第三名是阿咪 謝謝阿咪 謝謝阿咪 我又變幻影戰神了 喔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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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你要不要以後直接改名成幻影戰神 就不會有人在唸錯了 零零待會去買 杯獻達的巴勒芝來喝 我不喜歡 我沒有喝過巴勒芝耶 巴勒芝好喝嗎 第二名是一層 謝謝一層 第一名是零零的單純天真可愛保護對 謝謝零零的單純天真可愛保護對 有土的包包跟 有土的包包跟 有冰的包包同個嗎 不是啊 你們都這樣講我難過耶 零零要謝謝阿潘 零零要謝謝阿華 謝謝阿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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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先離開 又卡 沒有因為我剛剛離開 我可以 我可以先去看一下 我要撥到幾點嗎 那我先離開一下 可以等我嗎 拜託你們 拜託 零零的包包 吞沒了很多東西 可以讓我看一下要撥到幾點去阿 真的阿你們要等我喔 等我 我跟你們說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今天要撥到九點 我今天要撥到九點 你們剛剛 你們有聽到我剛剛說什麼 為什麼 我今天要撥到九點 是怕 因為我剛剛去確認時間阿 幸好我沒有聽你們的 啊 好我要繼續充電 各位我要繼續充電 我怕我手機 我怕我手機hold不住耶 手機你加油 加油手機 你可以的 還要半個小時 對啊 不知道你們怎麼知道 今天要撥一個小時半 唉 我不能太相信你們說的話 你知道嗎 沒有啦開玩笑啦 這本來就是我自己要知道的東西 Sorry 沒有帶充電 有 九點還有十一分鐘可以 唉我問你們問題喔 就是 我剛剛 是不是遲到 我剛剛遲到幾分鐘 我剛剛四十五分 遲到十五分鐘 所以 我 九點 我是不是還要再撥到九點十五分 是嗎 那 九點十六才會滿一個半小時 所以我要直播到九點十六還是九點 到底是九點十六還是九點十二阿 剛剛遲到冒是十一分鐘 十一分鐘 所以要遲到九點十一分 是嗎 是九點十一分嗎 是吧 那為什麼要變十七了 到底是十一還是十七阿 我數學超差的耶 誰可以救我一下 零是十 我真的數學很差 三十十六 好啦好啦 好啦 九點十七 好 我知道了 你們記一下 我今天來路上塞車 而且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這條時段很容易塞車 所以要打節日會比較快 看你開心 不行啦 明天禮拜幾阿 我好期待明天喔 我超級期待明天的 嗯 好開心好開心 明天禮拜五 明天禮拜五 都還可以休息 我感動 明天禮拜 我很期待耶 明天禮拜五 明天禮拜五 欸欸欸 這個也是怎樣 下班時間一定是搭節日比較快 黑色星期五 欸你們知道黑色星期五的來源嗎 因為我不知道 大家 我有聽過黑色 很多人都說什麼黑色星期五 可是我不知道黑色星期五的來源耶 靈靈要好好休息 謝謝你 為什麼這麼期待星期五 不告訴你們為什麼這麼期待星期五 所以 有誰可以跟我說黑色星期五的來源 所以 雙人的陰謀 什麼耶 我想知道耶 我想 我今天想上網查一下 到底是什麼 是黑色星期五 到底是什麼 雙人的陰謀是哪招 因為禮拜六放假 是嗎 我今天要去忙先跟你說拜拜 阿華 拜拜 謝謝成全送的 了 13號星期五 才是黑色星期 我不知道 我現在已經直播到 我現在就是 黑色星期五 黑色星期五 不是美國的感恩節嗎 不是好不好 哪是啊 黑色星期五跟感恩節 是不一樣的東西耶 你知道嗎 不是同樣東西吧 不是吧 過了五點就很多路都塞車 對啊 而且塞車要搭起來比較空耶 感恩節硬點只有一次 對啊 怎麼會跟黑色星期五放在一起 感恩節不是吃火雞嗎 對啊 就吃那個蛋 復活節彩蛋 可是為什麼13日碰到星期五 就是黑色星期五啊 為什麼 什麼 上網查最快 有誰可以幫我查一下 玲玲今天造型很快 你現在才來喔 黑色星期五也是購物節 喔是嗎 惡魔日 惡魔 什麼惡魔 我現在上網查一下好了 你們知道嗎 我之前也有綁過這種頭髮 可是我今天綁這種頭髮 都是從前面開始綁 可是我發現如果前面開始綁的話 我通常會變得很奇怪 所以我就留了一戳在前面 小心機 你們一定沒有發現 是小心機 喔是喔 想看齊悠海玲玲 不要不要 我現在只要看到有人說 想看玲玲齊悠海 我就會很想 我就會很生氣 我沒有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 不知道我不 你不覺得 我騎游海很醜嗎 你們能想一下 這麼矮的 這麼短的額頭 要整齊游海多難看嗎 玲玲這小壞壞 沒有啊 我就真的沒有 我就真的沒有 聽說過 黑色星期五的東西 那雙馬尾 雙馬尾 我覺得我綁雙馬尾 沒有很好看啊 玲玲剪的頭髮型會 怎麼會難看 自己覺得不好看 你不是自然狂嗎 可是這樣 可是這樣 好像要就是 在我覺得 我喜歡的 情況下 我才會覺得 說自己很漂亮 就可能我覺得 這個顏色很漂亮 然後 它放在我的身上 我就會說 喔 我好美 可是如果說 我不喜歡這個顏色 可是它放在我身上 我就覺得很醜 淋淋綁高馬尾 高雙馬尾 很醜欸 這不行 無法解釋 零零感覺很適合高大門 哈囉 零零感覺很適合 不喜歡為什麼還要用 沒有我剛剛沒有說 我不喜歡只是個比喻 就是比喻OK 比喻 你知道我現在已經要開始玩我的 睫毛了 起瀏海到眉毛下切齊就很適合你 不要 粉絲好像很希望我 瀏海 對嘛 保護隊說我對零零剪自己喜歡的髮型就好 我喜歡我現在這樣不行啊 幹嘛一直叫我改變 我現在已經開始蠻彎我的眉毛的 還好吧 偶像的自我自己決定 本來就實在是自己決定 怎麼樣的零零我都覺得可愛 不過零零開心就好 好任性 那我很任性啊怎樣 小任性 偶像 偶像 人性偶像 紅蜜索然後很High 幹嘛追 你們你們這是不是很喜歡黃蜜索 追你們 門外傻笑 突然門外很High欸 好任性偶像 屎雅前輩的笑聲 不是啊 零唱這次還沒 不要我上次唱過 不要 不要 好啦 都成歌 耳快 耳朵 來 就光著眼淚 我黃蜜索 順推 鋼鐵麟粉 鋼鐵麟粉 說 我黃蜜索 順推 鋼鐵麟粉 說 黃蜜索 順推 我很好 這次還沒是什麼 這次還沒是一個劍靈 然後 它是裡面的一首歌 這樣 它是一首歌 兒歌 兒歌 請門外的嘉賓進來 請不進來 靈麟 名字打鈴鈴 但神推黃蜜蘇 哇 我問號 我問號 靈會吃醋耶 名字打鈴鈴 剪自己有愛的髮型 才有自信 才會好看 對啊 靈麟 發現門把壞了嗎 黃蜜蘇弄壞 真假 是它弄壞了嗎 是嗎 不是吧 什麼意思 所以你們現在是都聽得到門外的聲音是嗎 靈麟的醋意 醋很好喝耶 吃醋 它拆的 是它拆的 為什麼 誰跟你們說的 這故事是從哪裡來的 然後我很惹摸我自己的耳朵 這是我小蜜蜜 就是我喜歡自己摸我自己的耳朵 你靈你的睡眠始終是這一點 不一定耶 11點多或12點多 怎麼會突然問我的睡眠始終是幾點 可是我睡眠始終不一定 因為我很常 就是 因為我很常 睡很久 就不一定 我覺得我的睡眠時間很酷很特別 跟一般人不一樣 現在聽不到剛剛很大的笑聲 很多人都要現在常安靜耶 你知道嗎 可能已經9點了 很晚了 6日你要常補免 不知道我6日也沒有時間啊 先走囉 大家慢聊00 拜拜 阿華拜拜 趕快去回家休息 趕快休息 拜拜 我看來保護隊很擔心我 忙壞順子 我要吃飲料金 加油 不知道我自己可不可以 你還在長大睡眠很重要 好加油 我就領問題可以就啦 可以啦 可是我平常 我15歲的時候最喜歡的活動就睡覺 好 那你也太幸福了吧 我跟你講 我最喜歡的活動也是睡覺 可是 它不能變成我最喜歡的活動 那是因為我平常就有其他活動 我不能把它變成我最喜歡的活動 不然我也可以就是睡覺 對啊 12點是還蠻正常的睡眠時間吧 我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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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一來一來兩個睡 我就被你麻了 就是我 就是沒辦法 現在忙到根本不可能 像 人家說 9點就要上層睡覺 這是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啊 好羨慕保護隊可以15歲的時候 15歲的時候 最喜歡活動睡覺 我也想要 就是 一直睡覺 就是睡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高中還可以一兩點睡 早上六點起來 但上大學又不行 為什麼 太累嗎 高中還可以一兩點 是因為太累嗎 還是因為老了 一天睡九個鐘頭 一天睡九個鐘頭 是嗎 可是我聽沒人說一天是睡六個鐘頭 大學超討厭早八 那大學很幸福耶 我們都要 你們八點那叫早八 我們叫晚八 你懂我意思嗎 睡好睡飽可以增加記憶力喔 注意學習能力喔 我睡能時間不正常會是阿 我好累 我現在也要睡八個鐘頭才睡得飽 睡 小睡一個鐘頭心情就不好 那你也太幸福了吧 好幸福喔 唉 加油 各位加油 大學八點上課根本是個挑戰 我們是輕鬆的挑戰 晚八 我告訴你們 我剛剛都已經念榜了 然後我等一下還要再念榜 要嗎 不用吧 我們就直接聊到 九點十 十六分就好了 可以看你直播又可以睡多一點 現在過得很幸福 謝謝你 其實我也蠻感動的耶 就是可以帶給別人快樂 給個截圖時間就好 截啊來啊 你某位前面也不是正常睡眠 最早都早上五點多睡 誰啊 那已經不是最早五點多 那是日夜顛倒了吧 天啊誰啊 可以跟我說一下誰嗎 那根本就是已經日夜顛倒 好飄一個髮繩 你現在才看到嗎 女官 你不是一開始就看到了嗎 你覺得自己哪個角度最好看 我拍照的時候 角度都是 這樣 是左臉 朝這邊 因為我右臉如果朝這邊 很遠 可是這邊就還好 施與前輩是野行性動物 沒夠時間 對啊日夜顛倒 日夜顛倒很可怕 那很累耶 日夜顛倒超累 為什麼會有人會 為什麼會有人是日夜顛倒 誰可以跟我說一下 為什麼會有日夜顛倒這個行程所在 到底是因為平常多嗎 會需要到日夜顛倒 右臉比左臉一遍遠 右臉比對 你們有沒有發現嗎 有沒有發現嗎 很明顯吧 我從歐洲飛回來的時候 都沒那麼日夜顛倒 其實我還蠻想要體驗 看看那種 那種 時差 就是調時差的那種感覺 因為我沒有去過那種 需要調時差的國家 所以恐怖像想體驗看看那種調時差的感覺 這可能 你飛過去的時候是晚上 然後你飛回來是早上的那種感覺 感覺就蠻酷的啊 蠻想體驗看看的 有的人上班就會日夜顛倒 那太累了吧 設立時鐘長期下來會改變 看不出來 可是我覺得 還蠻明顯的耶 其實習慣了也沒分別 習慣晚上活動腦袋清醒 是嗎 是嗎 不過14個鐘頭搭飛機不好玩 感覺就很累啊 因為我之前要搭過飛機 就是 因為我都在睡覺 可是如果你睡起來 就睡不著的時候 那時候真的很無聊 這個無法解釋 工作習性 沒理由 都有可能 滑手機 飛機上不能滑手機啊 不會無聊啦 可以看電影 你說飛機上面嗎 你說在飛機上面用電腦看嗎 還是用什麼看 我還沒有遇過 飛機上面可以看電影 我也是凌晨上班 所以難體驗 凌晨上班 飛機上面有螢幕 可以看電影 真的嗎 我上次搭的飛機好像沒有螢幕 可是就算有螢幕 我也不會用 可以跟空氣一對 你在飛機上跟空氣一對的話 不會覺得你是神奇病 你做的美電影 你可以看嗎 因為那時候 是跟家人去看 所以就跟 跟那個 家人聊天 零零單 人家航空 或是雇內航空吧 好像 沒有那時候我好像有記得 其實是有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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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螢幕啦 如果看到就是我不會用 所以就沒有用 有啦 有螢幕啦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有人在那邊看 電影 的樣子 而且前面做的是外國人 然後在那邊看電影 長距離飛機才會有 好 歐零零記憶不好 沒有 我只記得空姐很真 我真的覺得空姐很真啊 因為你知道 我小時候的夢想就是要當空姐 因為我小時候搭飛機的時候 我就覺得空姐很漂亮 我想要跟他們一樣 為客人服務 可是找很多奧客啊 奧客啊 什麼的 然後你又要很高 然後你又要 幫那個旅客 弄那個信箱 我就覺得有點累 然後 而且其實說真的 空姐他們也是日夜連到 沒有靈靈症 他們很正的 因為耳鳴嗎 會 就是下飛機跟雙飛機的手 我也覺得空姐很可愛 我覺得空姐很漂亮 真的蠻漂亮 可是 要看是哪一個航空的空姐 我覺得 我覺得台灣的空姐還好啊 你們有覺得哪一個 零零不怕 會 零零不怕飛機起飛 或者降落的時候嗎 還好 我覺得蠻刺激的 零零最喜歡哪個航空的制服 你們都在記耶 我們還記耶 不要diss台灣的空姐 我沒有diss 我只是覺得 我是聽別人說的 我是聽別人說 他覺得台灣空姐還好 可是我覺得 也還好吧 就是 沒有說真的很漂亮啊 這也沒有說到很不好看 就普普通通這樣 而且我沒有搭過高鐵 我超想搭高鐵看看的 因為我們之前 有去過墾丁 就是 高雄那邊 可是我們那時候不是搭高鐵 我們那時候是搭車 就是騎車去 可是我就很想搭高鐵 我想體驗看看那種感覺 展現那種專業的女生最漂亮 對啊 我喜歡認真的女生最漂亮 就很迷人啊 就看女生很認真的時候就很迷人 高鐵就是比較快的火車這樣 真的嗎 嗯 淋淋我的漫畫小劇場字幕 編輯的 好笑吧 哪個東西啊 沒坐過高鐵 下次要去坐高鐵啊 就是如果有機會的話真的要去坐高鐵 感覺很特別 就妳妳啊 高鐵就真的比較快的火車 那就還好沒有什麼特別 十六剩四分鐘 你們有截圖嗎 你們剛有截任何一張圖片嗎 高鐵比較不會晃 喔它就是比較像捷運那種 所以捷運跟高鐵誰比較 捷運跟高鐵誰比較晃 哪一個比較晃 有 所以有截圖嗎 那就OK 還有四分鐘 高鐵便當 我沒有吃過高鐵便當 高鐵便當比較好吃還是火車便當 捷運很晃 高鐵便不會 所以高鐵很穩喔 捷運到散的時候很晃 捷運比較晃 你知道 因為我很常通車的時候需要搭捷運 然後我就坐著這樣靠著 然後那是真的很晃 就是 其實 後面的背會震動那種 然後我就背就很不舒服這樣 靈靈要再擺POSE嗎 最後了 謝謝命送的我來簽到 現在還有成員是跟我一起開直播 現在都已經9點14分 還有成員是在現在開直播的嗎 晚安IG的照片很漂亮喔 很上香 謝謝命 今天有人接到新知冠的圖嗎 沒有啊 今天有人送新知冠 可是 新知冠沒有出現 三個人在開 是喔 劉佳 跟柏林前輩 呃 9點還好 都有人開過 10 12點是 24點是 12點以後 真假的 所以是可以喔 可惜 今天的髮型很漂亮的說 沒做過 超飛碟 靈靈有想要做嗎 有飛碟這種東西嗎 阿潘前面就開到12點38 好厲害喔 只是 大人才能辦到的事情 小孩子不行 而且 如果我真的回家直播了 我開那麼晚 我家人會被我吵醒 你知道嗎 欸好了啦 15分了 要關播了 我要跟大家說拜拜了 謝謝浪克送的新知冠 靈靈不用開要那麼晚 好啦 拜拜 可是還有兩分鐘欸 開過12點前三名 阿潘12點38 是啊 前面 12點22分 師女前面 12點08分 天啊 哇塞 誰說的啊 畫影戰士你也太強了吧 你都記這種東西 好厲害喔 回家注意安全 謝謝大家 掰掰 原來新知冠出不來 對啊 他今天一直出不來 好啦 掰掰 掰掰 大家掰掰